那基隆市也设置了300个微型感测器 那我们可以透过APP的部分 也可以追踪到说我们这300个微型感测器 它现在的一个数值PM2.5部分是多少 遍布基隆的微型监测站可以看到 基隆PM2.5的数值低于10以下 显示基隆的空气品质良好 不过能达到国内西部县市空气品质低名可不容易 基隆市长刘昌一上任后 就针对基隆市过去空污的主要产生来源 协和电厂要求改善 我们开始从104年要求协和电厂的时候 当时的重油的含油量还在5% 还是在5% 就是还是在5% 我们那时候就大胆的要求 希望协和电厂能够使用0.3%的含油量 那这样子也成为一个城市治理的一个新的典范 我们跟老旧电厂如何共生共荣 维持在发电业兼顾所谓的一个环保 接下来在港区船舶部分也获得极大的成果 基隆港就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我们是率全国之先有针对于船 你的排烟如果有不合标准 我们也是在只有台湾这么多港口 也只有基隆港 当初有很多邮轮 也经由我们上船去检查它的含油量 还有它的排烟状况而做到了一个改善 所以那时候也要求所有的进入基隆港的船 也要使用所谓的一个低流的一个含量 因此在2020PM2.5已经低于美国平均标准后 基隆市长林又昌进一步宣示 要在2025年让基隆PM2.5 达到WHO建议10以下的国际标准 比台北市还要早10年达成 基隆市不需要到2035年 我们基隆市在2025年 我们就可以达到 这一个PM2.5 10维克以下的这个政策目标 那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当然不是一触可击的 而是我们在过去这么多年的时间 采取了很多有效的一个策略 还有行动 基隆市环保局方面也建议市民 下载这项环保署APP 就可以及时得知基隆的空气品质状况 环保署所建制的叫做环境及时通 那从Google Play可以开启 我们就可以看到基隆市现汉的一个 空气品质的一个状况 现在以AQR来讲它就是31 你可以看到它是属于一个良好的一个等级 那适合民众外出 大家可以在外面大口的呼吸 不用怕环境上空气有不良的一个情况 基隆市政府方面也邀请市民加入 改善空气品质行列 从减少纸钱燃烧的祭祀行为 钛换电动机车 以及搭乘绿色运输工具等低碳生活方式 一起让基隆成为能大口呼吸好空气的干净城市 2025国际标准 记者张旗腾基隆报导